其实陈总你看 刚才两个获奖的团队 本身都是在传统的传播领域 已经非常的有名了 但是大家都在等 说是否有一个平台 能够用新的技术 带来新的传播和交流方式 然后赶上这波潮 所以能不能代表歪歪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这个移动直播的领域 从技术上有哪些创新 好的 其实刚才前面已经有嘉宾讲到 这个直播呢 是我们看到互联网 从文字到图片到音频 再到视频 一路发展过来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得到的 沟通能力最强大 信息携带量 也是最大的一个信息载体 我觉得在这个新的信息载体之下 它其实未来可能会和各行各业 产生深度的融合和变革 未来可能对我们的 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 各种各样的沟通方式 甚至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 都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呢 我欢迎在座的各位 与 YY Live 与直播平台 深度的去合作 深度的去探索 一起走向未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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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谢谢